好 我们要插播一下最新消息 长荣机师又出现了突破性的感染 就是打完两剂疫苗之后还是确诊 今天凌晨确定一名机师 传染给他就读桃园某高职的子女 那么因为这个学生已经到学校上课去两天了 所以桃园市府跟校方担心传染会扩大 今天紧急的要求学校就全面停课了 除了跟这位学生近距离接触的同班的老师 还有他的同学移住到防疫地点隔离检疫之外 其他的师生全部都留在学校 所有人通通进行快筛 那么现在大家觉得很紧张 就是因为很多人还没有打疫苗 那么再来民进党前部分区立委林静莹在脸书发文 她在谈疫苗又引发大家讨论了 她说的这番话不晓得大家认不认同 等一下聊天室我们来做互动 大家先听我说她到底说些什么 她发文表示说如果我们买的疫苗都来的话 可能会打不完 她提到了如果说台湾自购加上COVAX平台 以及友好国家捐赠超过2000万剂 以及民间团体要买捐赠的1500万剂 她认为数量还不够吗 她呛说货都到了可能会打不完 对于这番话您认同吗 如果你认同的话帮我加一不认同帮我加二 我是认为了她另外提到说有些人单压BNT 这叫做跟未成年的孩子抢 但我觉得这番话会挑起世代的矛盾 因为现在呢每个人你想选什么样的疫苗 应该是有自己的自主权 而不是说年轻人可以打BNT 我去打BNT就叫做抢别人的疫苗COVA 就是因为呢蔡政府她当时呢 在疫苗采购上就有问题 所以呢买不够的情况之下 导致很多人现在疫苗都没有完整的接种 另外呢我们来看到疫苗采购到底有多少呢 而到货量有多少呢 AZ我们当时下定了是1000万剂 实际上呢只来了325.15万剂 COVAX平台呢我们订了AZ AZ 476万剂 现在到了也就是不到61万剂 还有大家最想打的莫德纳 我们是订很多啦505万剂 但实际上拿到手的只有149.92万剂 还有BNT采购的 现在最新到货的是93.2万剂 好我们来看一下 总共进货量到货量 也就是1306.33万剂 虽然说蔡政府一直告诉我们 我们订了很多疫苗 但是你知道它什么时候来吗 可能明年可能后年 没有人知道这个疫苗什么时候来 所以很多国家呢 才会疯狂的定 南韩啦越南 他们都是几亿剂的这样子的 来下定下定这个疫苗 所以呢现在各国都在想哦 打完两剂可能不够 可能要追加第三剂哦 所以真的会有所谓打不完吗 那蔡政府不是有很多友邦吗 打不完我们可以疫苗外交啊 我们可以捐友邦啊不是吗 防疫学会理事长王苑贤 他是认为啦 疫苗确实不够打第二剂哦 反而是这个反莱猪医师 苏伟硕他痛批 这就是陈时中不想买疫苗 让侧意出来护航 未来COVID平台在陆续进来的疫苗 加起来应该来讲是够台湾全民接种一剂疫苗 那如果这样子就算够的话 基本上政府是违背了他对老百姓的承诺 因为老百姓希望的是二剂跟三剂 公共会计上虽然一剂可能就可以够 但是政府的承诺他不能够违背 所以说我们这个疫苗到现在为止来讲 以老百姓的需求而言 应该还是不够的 时中指挥官不愿意再购买更多的国际疫苗 现在就透过测译在脸书上 在带风向 我要回答林医师真的是不够 我们来看COVID这个部分 我们跟COVID下定有476万 但是目前到货量 差不多只有60万.96 就是61万 但是最后一次出货的时间是5月19 那AZ我们买的1000万 到目前为止来的只有325万左右 那日本的部分 美国的部分 捷克的部分 立陶宛所捐赠的疫苗数量 高达589.45万 而我们自购到货的量 也不过才501万 那明显的 目前我们手头上所得到的这1000多万的疫苗 不算BNT的部分 那事实上 大部分都是靠其他国家的捐赠 我们自己买的到货量 才不过500出头万 所以 台湾的疫苗真的够了吗 真的是不够 来看 国外疫情还是很严峻 大家最怕就是什么Delta病毒 而且不断的传出案例 就算是完整接种 打完两剂疫苗 甚至有人打完三剂 都还是确诊了 平面媒体就报导 又有两名的长荣机师确诊感染 那么相关单位 在昨天晚上已经紧急匡列了 并且展开疫调 传出这两名长荣机师 他们是在飞完了澳洲布里斯本的短航班 回到台湾之后 裁剪确诊是阳性的 其中一位确诊的机师 他不久前 才飞完美国芝加哥的长班返台 当时裁剪还是阴性 这两位机师 年纪大概都是在50几岁 而且都有完整接种 两剂的AZ疫苗 目前基因定序还有待调查 对此长荣表示 以疫情指挥中心的说明为主 那么详细的细节 在下午两点钟 记者会再做说明 好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到BNT来了 但是你打得到吗 好 聊天室来跟大家做一个互动 请问大家打疫苗了吗 已经打完疫苗 第一剂的帮我加一 打了两剂完整接种的人帮我加二 预约到BNT的帮我加三 好 现在呢 有很多学者 其实大家有不一样的看法 因为呢 BNT开打 现在呢 大家说已经不再是长幼有序 那么对于这样子的施打方式 让学生族群优先 到底错了吗 还是新价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 学者呢 其实大家有不一样的看法 我们先来看 今天BNT到了 接下来 谁可以打BNT呢 18岁以上来预约 12到17岁 统一来造册 不排除 可能就是在学校里头直接打 18到22岁 变成优先施打族群 陈时中的意思是因为呢 其他种的疫苗 AZ 莫德纳 或者是高端 很多年龄层可以打 但是学生族群只有BNT 它的意思是 给大学生一次机会 但其实大学生的话 20岁以上不是高端也可以打吗 另外呢 我们再来看教授怎么说呢 台大教授金传春 他认为呢 我们现在应该要考虑到的就是呢 除了说拼这个覆盖率 Delta的变异株 因为他们传染力非常的强 所以呢 专家认为 应该要先打满两剂疫苗 很多人疫苗只打了一剂 第二剂什么时候打 被时间拖得很长 尤其是打莫德纳的族群 第一剂打完 第二剂怎么感觉遥遥无奇呢 好 再来呢 国外学者啊 包括了澳洲的学者也认为说 施打率低哦 是很危险的 尤其是我们现在啊 等于是封锁边境 跟纽西兰一样 好 虽然说疫情 哎 守得还不错 但是并非长久之际 好 这样子的锁国 能锁多久呢 好 另外呢 也有专家提出了一些要点 包括了打完BNT 其实会有一些状况 要大家来留意的 尤其是年轻族群啊 这个我们等一下再来讨论 首先我们先来看 台湾到底是要拼 二剂的覆盖率 还是先让大家都打一剂呢 台湾首批BNT疫苗 在二号上午抵达桃园机场 石药署随即展开抽样封建作业 以往AZ和莫德纳都是抽六百剂 但BNT因为包装的关系 只抽五百八十八剂 但石药署表示 少抽这十二剂 对安全并不会有影响 而且最快九月十六号就会放心 不过一旦开打 这三类族群要特别小心 过敏反应如果严重的话 就是可能会有生命危险 年轻人而且是男性的话 不要容易出现一些心脏的一些病变 在国外研究发现 年轻男性接种有十万分之一的几率 会出现心肌炎或心包膜 还有先天心脏病 要接种也要先向医师咨询 另外对抗生素以及鸡蛋和海鲜过敏的人 打完BNT出现过敏反应的几率 比一般人还要高都要特别小心 更有研究发现BNT接种第一剂之后 保护力在第三周达到百分之三十六点五 接种第二剂第五周之后 达到百分之七十二点一最高值 第十五周效力加速下降 第二十周保护力降到极低水准 这也是美国开始打第三剂的主因 抗体会每个月下降大约一半 直到很低的时候 就有可能再发生感染 所以现实面上也应该要考虑打第三剂 学者认为防Delta台湾应该要拼二剂覆盖率 也有澳洲学者分析台湾疫苗接种政策 澳洲曾经自我感觉良好忽略疫苗接种 呼吁台湾不要犯了跟澳洲一样的错误 记者谢君仲王一仲台北报导 台湾疫情的状况如何呢 我们插播最新消息 在云林县呢 今天新增了一名确诊案例 那么县府呢 是在下午三点钟的时候 会开一场线上记者会 这一名确诊个案呢 其实它已经完整接种了 但是它的疫苗是在国外打的 回到台湾之后呢 在居家隔离期间啊 入住防疫所的时候呢 被筛减 然后验出说 你PCR阳性耶 而且它的CT值是32 更重要的是 它并没有进入云林县的境内 它的确诊足迹 下午三点钟 锁定记者会 我们会有直播 另外呢 我们再插播一则最新消息 日本又要捐疫苗给台湾了 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呢 今天早上 他们开了一场例行的记者会 宣布又要再捐 AZ疫苗给台湾 不过呢 抵台的时间点 还有到底捐赠多少呢 目前细节还没有公布 那这已经是日本 第四次捐疫苗给台湾了 另外来看到 有这么多的疫苗 陆续的来抵台了 但是有人呢 怎么样都打不到疫苗 打疫苗呢 现在是一定要 要到这个1922的平台去 做登记 要嘛就是有些年长者 可能是领长啦 里长啦 有帮你造册的 但大部分的人啊 就是自己要上网来预约 但是呢 这个平台系统 毕竟它是一个电脑系统 会不会里面有bug呢 什么叫bug呢 就是呢 有一些小错误 你怎么样都解决不了 好 怎么回事呢 有一名啊 是第九类的民众 他说呢 他跟家人 那不小心在这个预约平台上 重复登记了 结果没想到呢 登记两次 他得了两个序号 这不是代表你可以打两次哦 那他就想说 我不要占用名额嘛 那他就取消了 其中的一个序号 没想到这个序号一取消 两个都不见了 变成说他从此以后 也不晓得怎么去打疫苗 沦为疫苗人求啊 到现在他都还没打 1922疫苗预约平台医院登记 理论上每个人只能有一个序号 但被列为第九类重大伤病患者的陈小姐 七月初上网登陆 却在不知情的情况下 出现了两个序号 那因为家人不清楚 也大家当时也都准登记 所以变成为两个序号 秀出疫苗预约登记记录 陈小姐七月初自行上网登记 没想到家人也帮他重复登记 因此取得两个序号 他怕占用名额取消最后一个序号 没想到两个序号都被删除 他也因此迟迟等不到疫苗预约通知 原本能打到最想打的莫德纳 但直到七月底都没消息 才发现自己已经成了疫苗孤儿 因为系统bug 陈小姐错过了莫德纳施打机会 明明是可以优先施打的第九类 却至今打不到疫苗 担心系统未修正前有空窗期 就不知道是不是还有更多像他一样 因为系统bug沦为疫苗人求的五股百姓 接下来会往志文台北采访报道 在陈小姐 但是陈小姐